邀请函这么快就送到了 仁皇宫大殿内 刚收到邀请函的诗音乐 很是诧异 尽管仁皇之前 就已经替他搞到了一个名额 但东皇帝尊举办宴会的时间 和姚池圣帝送出邀请函的效率 还是让他感到有些惊讶 从前不久 姚池圣帝放出消息 到现在的邀请函 成功送到他的手里 过去了才不到一日时间 如此效率 让他心里不由地暗自猜测 姚池圣帝 是否提前就收到了消息 早就已经开始准备这场宴会了 否则的话 从发出邀请函到举办宴会 中间不可能只相隔两天时间 这有些太仓促了 很正常 这次的庆功宴 可是为帝尊前辈举办的 姚池至尊是个聪明人 很清楚 这对姚池圣帝来说意味着什么 当然会认真的对待 随着一道温和的声音传来 仁皇凭空出现在了这座大殿内 他看了一眼 诗音乐手里的邀请函 俊美的容颜上 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容 我原本以为帝尊前辈 会将庆功宴的举办地点 选在原始雄关 或者是仁皇宫 没想到会是姚池圣帝 诗音乐收起那封邀请函 道 按照邀请函上面的内容 持有邀请函 最多只能带一人 前往姚池圣帝参加庆功宴 老师到时候和我一起去吗 去啊 当然得去 难得有地境的大人魔屋可以吃 不去的话太可惜了 仁皇微笑道 不过血尊和蛮尊 应该到时候 应该也会跟我们一起去 面对地境层次的大人魔屋 他们抵挡不住诱惑 诗音乐愣了一下 可是这邀请函上面写得很清楚 最多只能两个人 我们这么做帝尊前辈 会不会生气 他心里有些纠结 虽说这封邀请函 是姚池圣帝的弟子送出的 但对方代表的 可是东皇帝尊 若是再加上血尊和蛮尊的话 就等于是四个人 这样等于是直接违背了 那位帝尊前辈定下的规矩 放心吧 帝尊前辈不会计较这些 你难道没发现吗 这次的分配名额人选有些奇怪 多少夹杂着一些私人恩怨 仁皇倾笑一声 诗意诗音乐不用担心 以他的智商和经验 岂能看不出 这次的名额分配人选有问题 就算那位帝尊前辈再怎么任性 也不可能任性到这样的程度 分配名额人选有些奇怪 文婷此言的诗音乐 不由地愣了一下 他仔细在脑海中 回想了一下已知的名额分配人选 脸上表情顿时变得有些古怪起来 这些名额人选 似乎都是女子 诗音乐一脸愕然 似乎是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尽管目前已知 收到邀请函的只有七人 另外三封邀请函的具体人选并不清楚 但从这些已经收到邀请函的人来看 包括诗音乐自己 无意不是女子 仁皇看了他一眼 忍不住叹了口气 语众心长地说道 这确实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 但不是最主要的 你再仔细想想 这些收到邀请函的人 是不是 嗯 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文言 诗音乐不禁再次陷入了沉思当中 然而他苦思冥想 都没想到另外六人有什么共同特点 只能低着头小声说道 弟子愚笨 没有发现这些人的共同特点 还请师尊解惑 你这丫头什么都好 就是有些时候太死板了 我说的是 说到邀请函的人 大部分都有个共同特点 并非所有人 仁皇叹气 当即也没有再卖关子 直接解释道 清秋湖族的清秋孟玄 和欢派黄浅歌 太玄建宗西门宇静 节天教墨子渊 以及叶族的叶清语 帝尊前辈 为什么会选择他们五个 要知道 修炼界天才众多 单论实力的话 皇族黄灵天 丰族丰无痕 天机殿的两位圣子哪个 不比这五人强 他们之所以会被选中 还不是因为 他们与某人交情不错 一番话下来 仁皇就差直接把 澄清两个字说出来了 饶氏施音乐再怎么傻 也彻底明白了 收到邀请函这几人的共同特点 老师的意思是 这次的帝境邪灵本源分配名额 帝尊前辈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他之前在原始大殿说 心中已经有了人选 也都是假的 真正决定这些 帝境邪灵本源分配名额的 其实是陈青 施音乐询问道 脸上表情有些复杂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 那位曾经不被外界看好的 截天圣子 与东皇帝尊的关系 竟然好到了这种程度 连帝境邪灵的本源 都可以随意支配 想给谁就给谁 要不是他当时在 原始大殿头脑一热 主动提出 要与对方组队 彼此成为了朋友 那么现在的情况 也许截然不同 也许看在仁皇宫这么多年 为原始大陆做出的贡献上 东皇帝尊 会给仁皇宫一个名额 但那不造化帝经 对方是万万不可能交易给他的 只是猜测而已 无法完全确定 不过也八九不离时了 只等另外三封邀请函的消息放出来 一切就都清楚了 仁皇摇头说道 另外 三封邀请函 施音乐美眸中 闪过一抹思索之色 他看向眼前的人皇 分析说道 应该只有两封吧 帝尊前辈 既然决定在姚池圣帝举办庆宫宴 那大概率会给姚池圣帝一个名额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会落到姚池圣女头上 这个谁知道呢 陈青这小子 人缘太好了 朋友也多 剑悬之前在天云谷内得罪过他 帝经邪灵本源 肯定与他没有关系了 剩下的势力中 还有盐族 玄皇帝宫 天寒圣帝 和斗神宫的人 具体花落谁家 很快就知道了 仁皇耸了耸间 用一种怪异的语气说道 再说了 陈青手里掌握的 帝经邪灵本源可不守 以这小子的性格 多发几封邀请函 也不是没有可能 话音落下 诗音乐整个人都愣住了 过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他盯着自己的老师 目光有些诡异 天寒圣帝 斗神宫了解得这么清楚 老师 你是不是私底下 专门去调查过陈青 仁皇哑口无言 同一时刻 东荒 补天教大殿 辉弘的大殿内 补天教主端坐在最上方 他的肌肤雪白 一头五彩绣发 婉成高贵的天凤发式 整个人透露出一种 无形的雍容华贵之气 在他下方 则是补天教圣子风尘 和圣女风铃 以及补天教一众长老 和高级执事 此时此刻 补天教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在大殿正中央的 一名年轻弟子身上 其中一些 已经提前得知消息的长老 以及高级执事 则是在低声交谈着什么 嘴里时而发出 嘖嘖的称赞声 看向风尘的目光 充满了欣赏之色 还是圣子有出息啊 丽丫真王榜 那么多年青天教 被帝尊大人赏识 真是我补天教之心 谁说不是呢 别看之前 节天教圣子陈青 在天云谷做了一些事情 但那都是 占尽了天时地利 要我说啊 还得是帝尊大人 会眼如炬 一眼就能分辨 谁才是真正的天才 有风尘圣子在 我补天教迟早要崛起 横扫整个东荒 走向辉煌 一句句低声议论 使得原本安静的 一世大殿变得开始热闹起来 一些原本不知情的长老和直视 也是很快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了消息 看向风尘的目光 愈发欣赏起来 就在刚刚 驻守补天教 江域边境的多名弟子传来消息 姚池圣女骆子苏 亲自带领着十几名姚池弟子 借助东极域的传送阵 进入补天域 朝着补天教的方向而来 不出意外的话 最多还有一刻钟的时间 对方应该就能抵达补天教总部 结合修炼界最近发生的大事 补天教的众人很容易就能猜到 姚池圣弟的弟子 此番前来的真正目的 前不久 东皇帝尊在邪灵大陆大展神威 接连诸杀三尊递进邪灵 之后返回大陆 更是直接在原始大殿内 表示愿意拿出一份完整的 递进邪灵本源 用来增强原始大陆年轻一代 天教的底蕴和实力 而就在几个时辰前 中州太玄建宗 九天商会 两座顶尖霸主及势力 接连放出消息 声称门下天教 已经收到姚池圣弟送出的邀请函 将会在一日后 前往姚池圣弟参加庆功宴 这也就直接说明了 东皇帝尊将庆功宴的举办地点 定在了姚池圣弟 同时由姚池圣弟派出弟子 前往各大势力送出邀请函 所以当驻守补天教 江域边境的多名弟子 传回姚池圣弟圣女 进入补天狱时 补天教的诸多高层 几乎是瞬间就明白了 对方这是送邀请函来了 他们补天教的圣子封臣 天父卓绝 被东皇帝尊选中 有资格前往姚池圣弟参加庆功宴 得到那珍贵无比的十分之一 递进邪灵本源 这对补 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身为补天教的核心高层 在场很多人心里都清楚 封臣天父卓绝 悟性极高 真要论实力的话 根本不会弱于真王榜上的其他天才 只是碍于补天教底蕴不够深厚 无法与中州那些顶尖霸主及势力相比 才导致了封臣在之前的营救任务中 没有立下出色的功绩 最后痛失一门无上神通 以及珍惜罕见的上古五真之一的飞龙 当然这其中一部分原因 也与捷天圣子陈青有关 但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补天教底蕴较弱 缺少强大的进气和一次性消耗品 否则以封臣的实力 之前在天地观战场 必然能够做出一番大功绩 不至于后面接连吃饼 被敌人算计 现如今 姚池圣弟这一代圣女骆子苏 亲自赶来补天教送出邀请函 足以证明 封臣在年轻一代天教中的地位 要知道 这名额归属 可是那位名震天下的东皇帝 尊亲自决定的 以对方恐怖的修为境界 又岂会看错人 只能说 递进邪灵本源的分配名额 落到补天教头上 是本就注定的事情 等这次庆功宴过后 封臣必然在接下来的 圣王争夺战中大放异彩 此时此刻 补天教的所有高层长老和职士 都是一脸欣喜 彼此间相互低声交谈着 在异式大殿安静 等待着姚池盛的 送来邀请函 而身为主角的封臣 反倒是一脸淡然之色 没有表现出任何惊喜和意外 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 由于大家都在异式大殿内 所以在场很快就有长老和职士 注意到了封臣的平静的神色 其中一位与封臣比较熟悉的长老 忍不住问道 圣子被帝尊大人选中 难道不应该感到惊喜吗 这是一件值得让人高兴的事情 可为什么老夫觉得 圣子心情反而不太好 似乎有心事 听到这话的封臣 转头看了那名长老一眼 他扶了扶衣袖 淡然道 意料之中的事情罢了 没什么好惊喜的 倒是任皇宫设立的准王榜单 让我有些意外 这么多古代妖孽封印下来 也不知道到底是真是假 话落 坐在最上方的补天教主 看了封臣一眼 秀眉微皱 美眸中闪过一抹 不易察觉的失望之色 义士大殿的其他人 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幕 此刻他们的心思 都在封臣身上 当听到对方提到准王榜 当即有一位长老 笑着摇了摇头 圣子不必为此事忧虑 老夫认为 那些古代妖孽的信息 不管是否属实 等进入圣王路小世界之后 都必然会遭人针对 这一代的年轻天教 不可能允许那些古代妖孽 抢夺原本属于自己的机缘 二次登临圣王位 到时候 大概率会被群起而攻之 任皇宫之所以会在这个时间节点 设立这份榜单 应该就是有意在提醒众人 那群古代妖孽 对大家的威胁极大 等进去之后 尽可能联手将他们淘汰 在他们看来 那群古代妖孽 无论有多么强大 也不可能在王者进层次 以一敌百 甚至是以一敌千 任皇宫在这个时间节点 设立这种特殊的榜单 同时 信息还描述的如此详细 大概率是在提醒修炼界 其他王者进层次的生灵 这群古代妖孽的威胁太大 最好先联手淘汰他们 封臣略微沉淫了片刻 点了点头 长老言之有理 这些古代妖孽 想要二次登陵圣王位 确实很容易遭到针对 言罢 他目光环顾四周 整个人挺起胸膛 英俊的面孔上 浮现出一抹自信的神采 不过与以上这种情况比起来 我反而更期待 与这些古代妖孽交手 来一场公平的对决 光明正大 夺取圣王席位 义士大殿内 听到封臣这番话的长老和执事们 彼此之间相互对视了几眼 而后皆是赞许地点了点头 圣子光明磊落 对自身实力 有着无敌的自信 相比之下 倒是我等想法低俗了 诸位长老言重了 我只是觉得 与那些古代妖孽比起来 这一时代的年轻天骄 欠缺的只是一席圣王位 和丰富的经验 而欠缺的天帝本源洗礼之力 递进邪灵本源 应该能够完美弥补 我想 这也是帝尊前辈选择的天才中 为何没有任何一尊圣王的原因 风尘淡然一笑 目光穿过义士大殿 看向远方天际 在那里 以姚池圣女骆子苏为首 石树道白衣倩影 以极快的速度欲空而来 最终降临在了义士大殿入口 晚辈骆子苏 此番前来乃是奉师尊之命 待帝尊大人送出邀请函 一日之后 在姚池圣地举办庆功宴 还望补天教 届时不要缺席 骆子苏一袭白色长裙 容颜绝美 身姿婀娜 肌肤雪白晶莹 气质轻力出尘 站在那里 仿佛一朵天山雪莲盛开 他率领一众姚池圣地弟子 踏入补天教义士大殿 对着端坐在最上方的补天教主迎应施礼 随即奉上了一封金光璀璨的邀请函 多谢帝尊前辈赏识 此乃补天教之幸 还望诸位仙子 替我补天教转达谢意 一日后 必然前往姚池圣地赴宴 闻言 端坐在最上方的补天教主 也就是封若义当即从宝座上起身 与补天教在场诸多高层 同时弯腰行了一礼 开口回应道 虽说东皇帝尊并未清零 但眼前的这位姚池圣女 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带帝尊大人送出邀请函 这是他们补天教应当进的礼数 诸位仙子远道而来 想不应该累了吧 我补天教早已提前设好宴席 安排好住所 诸位仙子随时可以歇歇 尽管早已知晓 摇持圣地此番前来的目的 但当封尘亲眼看到 骆子苏手上那封金灿灿的 邀请函的那一刻 眼神依旧不可避免地 变得炽热起来 要知道 那可是名震天下的东皇帝尊了 原始大陆当今时代的最强者 连仁皇 三大雄关守护者 和原始长老 都要敬畏的恐怖存在 而对方这次 愿意拿出一份完整的 递进邪灵本源 可是亲口说过 只挑选十位年轻天教 他封尘能被对方选中 完全可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耀 从目前已知收到邀请函的势力来看 名额人选中 没有任何一尊圣王 包括那位在天地观战场 踏入极尽领域的 捷天圣子陈青 也都没有收到邀请函 反观他封尘被东皇帝尊选中 足以证明自身的优秀 这是原始大陆那些 从古代封印下来的圣王 乃至极尽舞者 都无法比拟的 歇歇就不必了 摇持圣地举办庆功宴 需要大量的人手 我们需要尽快赶回去帮忙 骆子苏微笑道 既然邀请函已经送到 那我们就不打扰跪教了 希望一日后 能在摇持圣地见到诸位 封尘毫不犹豫地说道 帝尊前辈的庆功宴 我们必然会准时赴宴 说吧 他夺步走向骆子苏 与对方相视而立 伸出手就打算收下 那封金灿灿的邀请函 然而和在场众人 预料中的截然不同 骆子苏并没有将那封邀请函 递到封尘手上 反倒是有些诧异地看了对方一眼 封圣子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文言 封尘神色一正 整个人有些不解地 看向骆子苏 一时间竟是没有反应过来 看来封圣子是真的误会了 不好意思啊 是我的错 没有提前将事情告知清楚 希望封大圣子不要怪罪 骆子苏嘴角微翘 言语中虽是在表达歉意 但在场谁 都能听出其中的调侃 他晃了晃手里那封金色的邀请函 目光直接落在了 不远处的风铃身上 红唇清起 过来收下这封邀请函 我可是听几位前辈说了 帝尊大人 这次会在庆功宴上现身 到时候 也许会有额外的惊喜 说完 骆子苏又将目光头像 端坐在大殿最高处的封若义 微笑道 这次拿到邀请函的年轻天骄 都可以带一位长辈共同前往 据说庆功宴上 可能有着让圣主敬强者 踏入不朽层次的机缘 若是前辈愿意的话 到时候可以与灵儿一起来 虽然子苏不清楚 那机缘具体是什么 但这消息是老师亲口所说 不会有假 随着话音落下 整个意识大殿内 顿时陷入了死寂 安静到几乎落真可闻 在场所有补天教高层 几乎都没有想到 那位帝尊大人选中的人 竟然不是东荒年轻一代 天骄里数一数二的的封尘 而是很少在外界出现 名气不大的圣女风铃 另一边 刚刚还沉浸在喜悦中的封尘脸色 顿时就变得阴沉了下来 难看至极 他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要知道 论名声和实力 圣女风铃儿都远不及他 更何况 对方几乎从未在外界出手过 也没有任何出色的战绩 为何会被东皇帝尊选中 端坐在最上方的封若义 深深地看了一眼骆子苏 他沉默了几秒钟 最终点了点头 答应了下来 多谢你的好意 一日后 我会带着灵儿 前往摇池圣帝赴宴 既然如此 那摇池圣帝 就恭候两位贵客到来 骆子苏微微汗手 再次对着风若一吟吟失了一礼 邀请函已经奉达 紫苏的使命也算是完成了 我们这就返回摇池圣帝 向师尊赴命 就先不打扰诸位了 说完这句话 骆子苏静止走向风铃 将那封邀请函 一把塞到了他的手上 紫苏姐姐 你 我该回去赴命了 有什么事情庆功宴上在说 没等风铃来得及开口 骆子苏就已经转过身 准备带着摇池圣帝的一众弟子离开 连看都没看风尘一眼 他此番前来补天教的使命已经完成 该记录的画面 也偷偷用留影师记录了 没必要继续在补天教停留 然而 就在骆子苏即将转身离开补天教时 一直沉默的风尘忽然动了 他闪身 走到一世大殿的大门前 拦住了骆子苏等一众摇池弟子的去路 见状 骆子苏没有丝毫慌张 反而是翘起了嘴角 他审视着风尘那阴沉如水的面孔 微笑着问道 风圣子兰在这里 是还有什么事情吗 风尘盯着面前这张绝美的容颜 脑海中一时间思绪翻涌 脸色有些不太自然 像是回忆起了某些事情 许久之后 他深吸了一口气 一字一顿地问道 没什么事情 我只是想问一下骆姑娘 这递进邪灵本源的分配名额归属 具体是哪十位年轻天教 骆子苏盯着风尘脸上 阴晴不定的表情 心里忽然就明白了对方的意思 忍不住无嘴轻笑起来 风圣子是想问这十位年轻天教里 有没有截天教的圣子陈青吧 骆子苏轻笑着问道 明亮如水的美眸中 闪过一缕奇异之色 递进邪灵本源的分配名额归属 没有陈青 风圣子放心好了 这个时间节点不出意外的话 时封邀请函 应该都已经送到了各大势力手中 外界很快就会有准确的消息传出 听到递进邪灵本源的分配名额中 没有陈青 风尘阴沉的脸色 明显要缓和了一些 他朝骆子苏拱了拱手 淡淡道 多谢骆姑娘告知 既然诸位仙子 还有要事在身 那我补天教 也就不强行挽留了 不送 说到最后 风尘的语气 已经变得很冷淡了 送客之意 简直不要太明显 再也不负之前的平静 不满的情绪 全都写在了脸上 见状 骆子苏倒也没有在意 只是轻笑一声 就转身带着一众摇齿弟子离开了 时隔多日 他早就已经看透了风尘的为人 对方表现出这样的态度 也在预料之中 哪怕是气急败坏的破口大骂 他也不会感到意外 不远处 风链刚准备开口说些什么 却被上方的风若毅 用眼神制止了 于是只能看着骆子苏 等一众摇齿圣地弟子的背影 任由对方离开 待骆子苏率领一众摇齿弟子离去后 风尘也是随之离开了 补天教义师大殿 完全没有理会殿内的诸多高层长老 甚至是风若毅这位明面上的师尊 行了 都退下吧 此事告一段落 一日后 我会带着灵儿前往摇齿圣地 诸位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 看着风尘离去 风若毅也没有多说什么 直接对着义师大殿内的众人摆了摆手 示意大家可以离去了 灵儿 你留意下 为师有点事情要问你 文婷此言 正准备离开义师大殿的风链 顿时停下了脚步 他转头 看向自己的师尊 等殿内所有人离开后 才开口询问道 老师 你要问什么事情 看着风链 脸上担忧的神色 风若毅沉默了几秒钟 而后缓缓开口道 灵儿 将你之前在天渊禁地经历的事情 全部详细描述一遍 包括后面风尘和陈青 两人之间的对话 不要遗漏 是 老师 风链低头回应 开始一五一时 描述起前不久 在天渊禁地发生的事情 差不多情况就是这样了 你的那些朋友都挺好的 在西渊之地 还闯出了一点小名气 估计最多半个月左右 那个修罗天道传承者 就能踏入圣主境层次了 原始雄关 太虚天宫的修炼室内 炼妖狐正与陆卿尘 讲述着 关于龙峰和陆长亭等人的情况 前不久 他受陆卿尘所托 携带着大量珍稀资源 前往了西渊之地 最后不出意外地 在天魔宗的疆域内 找到了龙峰等人 同时询问了 对方目前的处境和状况 除了龙峰自己踏入 大圣境巅峰境界之外 瞿川和柳成峰两位副院长 也都各自有所机缘 突破到了圣境层次 修炼速度极快 反倒是龙西 炼妖狐并没有见到 只是听龙峰说 对方被天魔宗的一位 超级强者看重 前往了天魔宗修炼 目前一切安好 让陆卿尘不要担心 他们这个小团体 发展得倒是挺快 已经有七八百人的规模了 修为普遍都在 王者境和皇者境层次 算是他们三人的话 圣境强者的数量 都快有两位属了 离开天祖狱 才过去了这么点时间 就能发展到如此地步 那个龙峰属时 算得上是妖孽 只可惜以前的修炼环境太差 否则西渊之地 大概率又能诞生一尊魔道巨博 炼妖狐一五一时 讲述着自己所知晓的事情 同时不忘夸赞龙峰的天资和手段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对方能在群魔汇聚的西渊之地 将团体发展到如此地步 绝非常人能够做到 至于龙峰的修为速度 练妖狐反倒是没太在意 对方传承修罗天道极为强大与变态 能依靠杀戮不断提升修为 要不是出到西渊之地时 龙峰不敢太过高调 现在恐怕早已踏入了圣主境层次 甚至是不朽境都有可能 陆卿尘听得那叫一个心情舒畅 心中对龙峰等人的担忧 也是随之消散 取而代之的是兴奋和期待 真要照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龙峰很快就能踏入不朽境层次 到时候不仅能够在西渊之地称霸一方 还能使得他们这方阵营 再添一位顶尖强者 要知道 一位不朽境的天道传承者 战力几乎可以媲美寻常的古尊境强者了 天道传承者之所以会被无数人重视 就是因为天道修炼体系的特殊 尤其是突破圣主境层次之后 那堪称开挂式的修炼速度 寻常五修踏入不朽境 需要凝聚一轮不朽神轮 踏入古尊 则是需要凝聚三轮不朽神轮 这是对方所掌握大道的体现 而天道传承者则是沿着前人的方向修炼 渡劫之后 能够直接凝聚天道神轮 不必再去浪费时间领悟其他大道 只需要不断参悟天道法则 当天道法则掌控到了一定程度时 就可以直接渡准地劫 成功之后便是一尊真正的准地境强者 不仅如此 因为天道神器本身就蕴含了历代主人的传承 感悟 意志 以及特殊的天道法则 天道传承者 踏入准地九中天之后 并不需要去渡大地劫 直接就会成为天道圣尊 也就是所谓的天道境 所以只要龙峰踏入不朽境 陆卿尘这一方阵营 就相当于直接多了一位古尊境的顶尖强者 这是寻常刚踏入不朽境层次的生灵 无法比拟的 包括黄天愚和大长老 情况也都是如此 或许在外界看来 截天教目前的高端战力数量太少 但只要黄天愚和大长老两人 度过极尽劫难 踏入不朽境之后 截天教将一跃而成原始大陆最顶尖的霸主级势力 有着两位不朽境的天道传承者坐镇 再加上几道武器四项 圣灵塔镇压抵运 那时候的截天教将会变得恐怖无比 不再惧怕任何势力的威胁 哪怕对方是混沌天宫 所以 你将我的身份告诉了他们没 龙院长又是怎么想的 听完炼妖狐讲述 关于龙峰等一众天道圣院成员的情况后 陆卿尘忍不住开口询问道 在前往西渊之前 陆卿尘特意叮嘱过炼妖狐 将自己目前的情况告知龙峰等人 告诉对方等哪一天不想待在西渊了 可以直接来截天教找他 以他现在掌控的雄厚资源 完全可以支撑龙峰和柳成峰等一众天道圣院成员修炼 以这些人的天赋 只要资源足够 境界很快就能提升上来 就连龙西 也不用再去刻意压制修炼速度了 之前老黄之所以会选择封印他 担心他的吞噬法则暴露 被原始大陆的势力追杀 完全是因为那时候老黄的伤势十分严重 境界跌落太多 无法庇护陆卿尘 现如今老黄不仅恢复了伤势 修为境界更是踏入了前所未有的半步永恒境 说是原始大陆第一强者也不为过 有这样一尊治强者护佑 龙西属实不必再去刻意压制修炼速度 更何况就算老黄真的不方便出手 无法干涉原始大陆各大势力之间的争斗 以陆卿尘自己目前掌控的力量 也完全能够庇佑龙西 吞噬法则是很强大没错 强大到令无数人心生忌惮 甚至可能会引起原始大陆诸多势力强者的追杀 好像领悟了吞噬法则的生灵 就是一个错误 应该被所有人一起诛杀 然而陆卿尘心里明白 以上这一切都只是针对普通武者 那种没有任何靠山或者靠山太弱的生灵 领悟了吞噬法则才会被世人当成魔头 恨不得立刻杀死 而那些有背景靠山的 根本就不用担心这种事情发生 当然了 这里的背景靠山是指仁皇宫 天机殿和混沌天宫这一级别的霸主及势力 并非所有的霸主及势力 毕竟仁皇宫很久之前就立下过规矩 已经发现领悟吞噬法则的生灵 都会第一时间铲除 要么彻底废掉修为 要么永久囚禁 亦或者直接处死 尽管很多时候仁皇宫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历代仁皇对领悟吞噬法则生灵的态度 也各有不同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仁皇宫对吞噬法则是持反对态度的 原始大陆曾经有太多生灵 遭到过吞噬法则的迫害 领悟吞噬法则的生灵固然成长速度极快 但对修炼界来说终究是必大于力 往往一位领悟吞噬法则的生灵突破到不朽境 都代表着有数以十万乃至百万计的生灵陨落 仁皇宫心怀天下苍生 对这样的残忍事情自然是零容忍 所以才会定下这个规矩 不仅如此 仁皇宫还以身作则 制定了所有加入仁皇宫的生灵都不允许领悟吞噬法则这一铁规 就连历代仁皇也都不允许触碰这一铁规 胆胆违背者将废去一身修为 逐出仁皇宫 刑罚之人包括原始雄关三大守护者 以及仁皇宫所有核心高层 不过以上这一切 对陆卿尘来说并无太大影响 原始大陆对待领悟吞噬法则的生灵确实残忍 可是荒谷大陆就截然不同了 荒谷大陆乃是昔日被道武先尊以绝世手段分割出来的大陆 由六块大陆碎片组成 地域浩瀚 广袤无垠 是无数强大种族的生源地 那里没有人皇宫 也没有任何的规则束缚 一切都是平权都说话 对领悟吞噬法则的生灵来说 荒谷大陆绝对是最合适的地方 因为荒谷大陆不会针对任何生灵 只要你足够强大 不管是领悟了吞噬法则还是杀戮法则 哪怕一天屠戮百万生灵 都不会有任何势力去谴责你 针对你 这一点在祖龙朝 这座超级势力上面 体现得淋漓尽致 祖龙朝 不死神皇山和洪荒山脉 乃是荒谷大陆太妖玉三大主宰势力 而祖龙朝 正是昔日祖龙开创的势力 龙朝内栖息者无数真龙 强者无数 以三大纯穴真龙为首 而三大纯穴真龙中 又以混沌吞天龙一族 最为强势与霸道 同境界的战力几乎超越所有种族生灵 号称能够吞噬天地 破灭万物 可以说 在荒谷大陆 几乎没有任何势力敢去招惹祖龙朝 哪怕混沌吞天龙 天生就掌握着吞噬法则 屠戮的生灵数以亿计 也没有哪方势力敢提出制裁这一族的话 就连被誉为荒谷大陆神圣之地的道武仙院 也都对此事置之不理 除非对方是在道武仙院占据的疆域内 屠戮生灵触犯了规则 否则两方势力一向是井水不犯河水 此时此刻 距离陆卿尘离开天祖狱 已经过去了几个月的时间 过去很多想不通的事情 不懂的规则 他都看得十分透彻 对龙溪来说 领悟吞噬法则不是一件坏事 只是在规矩严格的原始大陆 处境十分艰难而已 若是能前往荒谷大陆修炼 那这一切难题就都能迎刃而解 恰好陆卿尘认主天地印 执掌了太虚天宫之后 就有能力帮助龙溪前往荒谷大陆 这对龙溪来说 无疑是一个天大的机会 甚至不只是龙溪 传承修罗天道的龙风 同样适合前往荒谷大陆修行 据说荒谷大陆六域之一的雪荒域 是荒谷大陆最混乱的地域 那里龙渔混杂 弱肉强食 没有任何规则束缚 也没有绝对的主宰 杀戮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每一秒都有很多生灵死去 并且由于雪荒域的特殊性 汇聚了太多狠人和身怀野心的生灵 就连荒谷大陆另外五域的 绝大多数顶尖势力 也都派出了大量强者 前往了那处地狱 这些顶尖势力 彼此之间相互争斗 相互制衡 再加上雪荒域本土的数座强大势力 以及诸多散修和狠人建立的同盟组织 根本就不会出现一家独大的情况 正因如此 雪荒域也被称为罪恶之地 许多散修武者 和一些没有背景的生灵 如果不小心杀了霸主级势力核心弟子 或者是大人物的子嗣 被通缉之后 都会选择逃亡雪荒域 那处罪恶之地或许不安全 但绝对要比被霸主级势力 派出强者全大陆通缉要好 至少进入了雪荒域之后 就算是霸主级势力 也无法做到一手遮天 若是龙峰和龙溪去了雪荒域 修行速度绝对会变得恐怖无比 而荒谷大陆没有规则束缚 对领悟吞噬法子的生灵 不会赶尽杀绝 也就让龙溪 有了最合适的修炼环境 以及足够的成长时间 或许我可以考虑一下 让希姐跟我一起 前往荒谷大陆 参加圣王争夺战 想着想着 陆卿尘脑海中 陡然冒出这样一道念头 她看向面前的炼妖狐 没等对方回答之前的问题 就忍不住开口问道 老妖前辈 之前龙院长说 希姐被天魔宗的一位 超级强者看重 前往了天魔宗修炼 可曾说过 希姐目前处在哪一境界 这个我还真没问过 不过你要是想知道的话 我可以去一趟天魔宗 帮你打听打听 炼妖狐挠了挠头 她这次前往西渊之地 主要是为了送资源 顺便探查一下龙峰等人的境况 修为这方面 还真没太关心 尤其她还没见到龙溪 那小姑娘的境界 还停留在尊武镜巅峰 我能感觉到 之前在她身上留下的封印 还没有破开 依旧原封不动 一旁的老黄笑着补充道 之前在天祖狱的时候 她在龙溪身上 留下了一道封印 能透过封印 感受到对方的灵力波动 和大致情况 至少就目前而言 龙溪依旧处在尊武镜巅峰 没有选择突破王者境 尊武镜巅峰吗 那再好不过了 得到答案的陆卿尘 神色略显兴奋 说实话 她还真有些担心 龙溪没有压制吞噬法则 而导致境界飞速攀升 以吞噬法则的恐怖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完全能够使得龙溪 踏入圣境层次 这样一来 无疑就超出了 王者境的限制 无缘参与圣王争夺战 好在她当初叮嘱过龙溪 修炼速度千万不要太快 对方也都认真听进去了 不至于无法参与 这次的圣王争夺战 见陆卿尘这副模样 一旁的老黄 顿时就明白了对方的心思 她笑呵呵地说道 你是想让这小丫头 也去参加圣王争夺战 嗯 若是希姐能夺取 一席圣王位的话 获得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 她本身就是吞噬天道传承者 再加上真王冠的增幅 修炼速度 简直不敢相信 陆卿尘微微汗手 回答道 不过 我并没有打算 让希姐参加 原始大陆的圣王争夺战 她的主要目标 应该是荒谷大陆的 圣王争夺战 即使真的成为了圣王 名动荒谷大陆 也不会引起 原始大陆的关注 等圣王争夺战结束之后 我会带着希姐 返回原始大陆 之后看情况 要不要让她也进入道武仙院修炼 还是等她踏入圣境之后 直接前往血黄玉力炼 比起让龙溪参与原始大陆的 圣王争夺战 前往荒谷大陆 无疑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尽管以陆卿尘目前掌控的力量 已经足以庇护龙溪 但在她自己没有强大之前 还是越低调越好 这样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毕竟龙溪 如今已经加入了天魔宗 一旦在圣王争夺战中 暴露吞噬法则 身份被查出来的话 必然会牵连天魔宗 甚至是龙峰等一众天道圣院的成员 也有可能被有心之人寻找出来 到了那时候 陆卿尘就只能被迫逆事而行了 至少无论如何 仁皇宫在明面上 都不可能放过 领悟吞噬法则的生灵 他要想庇佑龙溪 只能站在仁皇宫的队里面 参加荒谷大陆的圣王争夺战吗 倒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老黄赞同地点了点头 同时不忘提醒道 参与圣王争夺战之前 最好是让那小姑娘 踏入王者境层次 这样 即使进入了圣王争夺战的小世界 也有自保能力 这是自然 等分身 修炼到尊武境巅峰后 就去天魔宗走一趟 陆卿尘笑着回答 他转头看向恋妖狐 继续询问道 老妖前辈 你这次出去 见到我的父母了吗 他们最近的处境怎么样 又待在原始大陆哪一月 见到了 你父亲他们运气很不错 寻到了占天谷地的传承地 我找到那里的时候 他们正在消化传承 练妖狐点点头 忍不住感慨道 你父亲如今已经是一位巅峰圣主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能踏入不朽境层次 你的母亲 也已经踏入了圣境 除了你交代的那些资源 我还将关于圣境极境的秘密 告诉了你父亲 是否选择看他自己 另外他让我转告你 他那边一切安好 让你好好修行 不用担心 有需要的话 可以通过传音符联系他 说着 练妖狐取出一枚传音符 扔给了陆清晨 后者伸手接过那枚传音符 脸上表情看起来十分轻松 陆长廷和龙峰两方都安好 这无疑让陆清晨 彻底没有了顾虑 而两人的修为境界上涨的如此之快 更是让他心中有了一些其他想法 你小子现在有什么打算 我看拍卖会快要开始了 要我和大哥陪你一起去参加吗 练妖狐饶有兴致地问道 不用了 我自己去就可以 这次九天商会将拍卖会的地点 设立在原始雄关 不用担心安全问题 而且为了保险起见 我会带天兵侯一起去 陆清晨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会带着天兵侯一起去 不用麻烦两人 至于打算的话 天狱大哥之前说要抢夺 武军身上的真武造雕旗 和献仙剑 凑齐诸仙阵图和先天武方旗 需要我一起配合 陆清晨解释道 不出意外的话 计划应该很快就要展开了 拍卖会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抢夺献仙剑和先天武方旗 这是他之前就跟黄天鱼商量好的 而以陆清晨对黄天鱼的形式风格 以及局势的判断 计划开始执行的时间应该快了 大概率就在拍卖会之后 若是没有拍卖到那枚五行属性的不朽神胎 那么武军想要在短时间内增强底蕴 提升实力 就只能寄希望于混沌天宫的长辈了 除此之外 就只有天震大地的传承了 若是在这个时间节点 有天震大地传承的消息散播出去 那么武军必然会关注 很容易就能将对方吸引到混沌古域 炼妖狐一听这话 顿时就乐了 你小子 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不过要是真集齐了诸仙剑阵和先天武方旗 节天教以后 确实不需要忌惮混沌天宫了 一旁的老黄也是跟着笑了起来 他是真不知道 陆清晨和黄天鱼两人 还有着这样的计划 洗劫混沌天宫的传人武军 集齐诸仙剑阵和先天武方旗 这件事情要是成功了的话 足以引起整个原始大陆震动 行了 拍卖会也差不多快要开始了 老黄 你直接送我回节天教吧 眼看拍卖会很快就要开始了 陆清晨也没有继续多聊 直接让老黄将他送回节天教 如今拍卖会在即 原始雄关必然汇聚了无数强者 他要是直接传送到原始城 很有可能会引起一些强者的关注 保险起见 还是先传送回节天教 到时候 让天兵猴和天岩猴 跟他一起前往拍卖场 顺便看看黄天鱼再不在节天教 询问一下 对方打算什么时候抢夺献仙剑 和先天武方旗 没问题 随着老黄话语落下 一扇银色门户 瞬间在太虚天宫内部开启 陆清晨踏入空间通道 身影转瞬间消失不见 片刻之后 节天教护教大阵门前 一扇银色门户凭空浮现 陆清晨的身影从门户内走出 同一时刻 黄天鱼那熟悉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依旧如往日那般随意和轻挑 混沌谷玉万寿窟 而已经下了 只等于而咬钩 随着声音传入陆清晨耳中 黄天鱼的身影 也是从虚空中走了出来 嘴角擒着淡淡的笑容 似乎是在专程等陆清晨一般 已经布置好了 对于黄天鱼的出现 陆清晨并没有感到太意外 对方行踪一向神秘 原始大陆几乎是哪里有大事发生 哪里就有对方的身影 出现在这节天教 也不奇怪 嗯 我已经在混沌谷玉的万寿窟 布置好了一座假遗迹 同时让弟兄们 在原始雄关散播消息 不出意外的话 鱼儿很快就会上钩 黄天鱼依旧一袭大红猪袍 面如关玉 俊美异常 他副手而立 目光扫过节天教的四周环境 道 走吧 回节天教再聊 十几秒钟之后 意识大殿 当陆清晨进入节天教 意识大殿的第一眼 就看到了两道熟悉的身影 赫然便是大长老 和天策战旗副统领叶容 回来了 看到黄天鱼和陆清晨 一起走进意识大殿 叶容和大长老 顿时从位置上起身 旋即分别在意识大殿 周围布置了一层灵力静置 脸上表情十分严肃 看到这一幕的陆清晨 眼神闪烁了一下 在节天教总部的意识大殿内 形势还如此小心谨慎 看来黄天鱼这次 应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 要与他们商议 随便坐吧 这里都是自己人 我也不绕弯子 有些话就直接说了 黄天鱼随便找了个位置坐下 那张俊美的脸庞上笑容也随之收敛 等到陆清晨 大长老和叶容也都各自坐下后 他才缓缓说道 前段时间 我从天庭成员口中得知了 我大哥陨落的真相 那一日截杀他的混天元皇 血雨邪皇和修罗邪弟 都是受人指使 真正的主谋 是圣巫族的乌天商 邪灵大陆主宰殿的五位首席长老之一 乌天商 听到这个名字 陆清晨顿时眼神一宁 心中也终于明白 黄天鱼为何如此小心谨慎了 不久前 他在仁皇宫与当代仁皇交谈的时候 就听说过这个名字 据说原始大陆遗失无数年的万古长青鼎 很有可能就在对方身上 身为圣巫族 仅次于造化邪祖的致强者 乌天商的修为境界 至少处在无上巨头 整体实力能在整个邪灵大陆排进前十 并且由于造化大道的特殊 乌天商在同境界的战力极其恐怖 难缠程度在邪灵大陆 绝对称得上是数一数二 没有任何人敢招惹 害死黄天策的主谋 竟然是这乌天商吗 陆卿尘双眼微眯 他是真没想到 乌天商这样一尊地境无上巨头 会盯上远在原始大陆的黄天策 要知道那时候黄天策的修为才圣主境 这未免有些太匪一所思了 沉思了片刻 陆卿尘抬头看向黄天愚 低声问道 你想要杀乌天商 为你大哥报仇 一位圣主境想要杀一尊无上巨头 这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但以陆卿尘对黄天愚的了解 很清楚对方不可能无动于衷 即使彼此之间修为差距 犹如天欠 嗯 杀兄之仇 不共戴天 黄天愚没有否认 他点了点头 眼眸犹如一潭千年古景般 漆黑深邃 不带一丝感情 听到这话的大长老顿时心中一震 杀乌天商 黄天愚竟然要杀主宰 殿武大首席长老之一的乌天商 对方到底是有多大的胆子和勇气 才敢打乌天商的主意 身为原始雄关策锋的大将 大长老对邪灵大陆的顶尖强者 自然是十分了解的 很清楚 主宰殿的五位首席长老 有多么恐怖 那可是能与十大上古神器交手的至强者啊 说是邪灵大陆的定海神针 也不为过 对于黄天愚的回答 陆卿尘倒是显得很平静 没有感到任何意外 他想了想问道 打算什么时候 此话一出 坐在旁边的叶蓉和大长老 皆是一脸惊恶之色 两人都没想到 对方的第一反应竟然不是震惊 而是询问黄天愚 打算什么时候对付乌天商 这家伙到底是怎么想的 很快 等圣王争夺战结束之后 就直接猎杀乌天商 黄天愚沉声说道 我们等不起太久 前段时间天庭成员来访 带来消息说 圣王争夺战结束的七日后 道武仙院会面对整个原始大陆开放招生 届时 原始大陆将和邪灵大陆 将签订停战盟约 为期十年 什么 和邪灵大陆 签订十年的停战盟约 闻言 大长老整个人陡然从位置上站起身 眼中闪过浓浓的震撼之色 就连陆卿尘都是微微一正 被这则突如其来的消息给惊到了 原始大陆 将和邪灵大陆 将签订停战盟约 这种惊天大事 天兵侯和天炎侯 也没跟他提起过呀 怎么就单独告诉黄天愚了 此刻的陆卿尘并不知道 天炎侯和天兵侯 之所以没主动提起过这件事情 完全是因为黄天愚的缘故 他们以为黄天愚离开之后 会直接将这件事情告诉陆卿尘 所以才一直没有主动提起过 好在陆卿尘心境远超常人 很快就重新恢复了平静 难怪黄天愚如此等不及 要在圣王争夺战之后 猎杀乌天商 原来是提前得知了 原始大陆和邪灵大陆 要签订停战盟约 没错 双方会签订停战十年的盟约 而且天庭成员告诉我说 这则消息是来自玄黄 不会有错 黄天愚语气冰冷道 我等不起十年时间 所以必须在两座大陆 签订盟约之前 宰了乌天商 包括另外三个狗东西 闻言 陆卿尘不禁陷入了沉默 一旁的大长老听后 则是眉头紧皱 他看向黄天愚 声音低沉道 天愚 你可要想好了 乌天商不是寻常人物 想要猎杀这等层次的致强者 哪怕是将之引入混沌谷域 也很难斩杀 仅凭我们几个 根本没有任何希望 更别说还有另外 三尊递进邪灵了 你们只需要拖住血雨邪黄 混天元黄和修罗邪地就行了 相信我 乌天商只要敢进入混沌谷域 必死无疑 随着他话音落下 义士大殿再度陷入沉寂 两久之后 陆卿尘率先开口 打破寂静的氛围 他没有质疑黄的话 开口询问道 要想将乌天商 和另外三尊递进邪灵 引到混沌谷域是个难题 你打算怎么做 将他们引到混沌谷域不是问题 这个待会你就知道了 黄天愚摆了摆手 笑着说道 不过在这之前 我们必须先将真武造雕旗 和献仙剑抢到手 接受天震大地的完整传承 四个人商议了差不多一刻钟的时间 其中主要是针对血雨邪黄 混天元黄和修罗邪第三尊递进生灵 黄天愚为此做了很多准备 制定了非常详细的计划 不过让陆卿尘三人感到奇怪的是 黄天愚的计划中并没有提及乌天商 仿佛根本没打算对付这位圣乌天邪弟 只是简单说了一句 我自有办法对付乌天商 除此之外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而就在陆卿尘离开洁天教 带着天炎侯与天兵侯 一起赶赴原始雄关参加拍卖会的时候 黄天愚的狩猎计划也是随之开展 这位年纪仅有26岁的至尊 心中带着无穷的仇恨 以其无匹的天资和铁腕的手段 成功登上了湛王大位 他的登位仪式在原始雄关的湛王殿举行 原始雄关所有高层竞数到齐 诸多原始长老手捧印章和冠冕 好似皇帝善让一般等待着对方 脸色异常难看 而他们即使再不情愿 也只能被迫对着高坐在湛王殿的那位年轻男子行礼 宣告对方为原始大陆做出的盖世功绩 承认黄天愚的湛王尊号 时隔数十万年 这座尘封已久的大殿 终于迎来了这个时代第一位湛王 在所有原始雄关高层的注视下 在原始雄关亿万五者关注的时候 由当代人皇亲自见证 皇天愚以冷漠肃杀的态度立下湛王的誓言 剑刃直接指向仇敌 无以湛王之名 正是对邪灵大陆血与邪黄 混天圆黄 修罗邪帝宣战 两个月内必亲手宅等头颅 以忌我兄长在天之灵 强势无比的宣战 让原始雄关的亿万生灵 瞬间就沸腾了起来 无数武者咆哮着 嘶吼着支持皇天愚 使得这则消息 迅速席卷整座大陆五谕 传遍修炼界各处角落 数字狂妄 终究还是太年轻了 又怎么知晓 一尊巅峰状态递进生灵的恐怖 两个月后 看你怎么收场 与原始雄关亿万五者的亢奋和激动不同 原始雄关高层各怀心思 不少被逼迫划分出手中权力的原始长老 心里更是冷笑连连 等待着两个月之后的皇天愚出丑 能坐上原始长老的位置 他们深知 巅峰状态的递进生灵 有多么恐怖 无论是血与邪皇 混天元皇 和修罗邪弟中的任意一尊递进邪灵 都绝对不是邪眼明皇 和天刀邪皇这种半残状态的大帝 能相提并论的 皇天愚想要斩杀这三尊递进邪灵 为兄长报仇 最终只会以失败告终 暂且不说 立威和收买人心 到时候 只要不被弹劾 撤去湛王之位 就是万幸了 能引出混天元皇 血与邪皇 和修罗邪弟出手再说吧 可别到时候 兄长的大仇没报 邪灵大陆的那几位 甚至连看都懒得看一眼 一些亲近原始长老派系的强者冷笑 心里已经开始筹划 如何让皇天愚跌落神坛 对方此刻态度越强势 等失败后摔得就越惨 他们只需要推波助澜 暗中缩使一些舞者 大肆捧杀皇天愚 然后安静等待就可以了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皇天愚的登位仪式结束之后 竟是直接以战王之名 向原始雄官申请借用 极道武器镇鞋顶 随后便召集了五千天策战 其赶赴红荒冠战场 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意志 以击破邪灵大陆 在红荒冠战场的防线 来逼迫解语邪皇 混天元皇和修罗邪帝 前往混沌谷域吗 从血尊口中得知这一消息的人皇 忍不住倾笑出声 他用指节敲击着桌面 笑道 这倒是符合他的天列王的封号 等横扫了红荒冠所有邪灵族大军 就算混天元皇 血语邪皇和修罗邪帝 再不情愿 也只能被迫前往混沌谷域 这世上 果然还是阳谋最让人头疼啊 天列王 这是皇天愚册封战王的封号 由人皇拟定 皇天愚亲自点头确认 昭告天下 其一生意志坚定 为人强势 奋勇向前 列字代表着一颗无可动摇的心 天字则寄托着 他与皇天策这对亲兄弟的深厚感情 文言 一旁的血尊摇了摇头 脸上表情十分怪异 他呲牙说道 我倒是觉得 封他为阴谋王更合适 这家伙博学多才 多智近腰 对布局谋略尤为擅长 坑起人来那叫一个厉害 跟他的父亲 皇尊一点都不像 人皇瞥了他一眼 心说 这丫头 该不会是在内涵自己吧 但由于没有证据 不好直接说出来 于是只能点点头 确实不太像 人皇起身 转头看向九天先去的方向 走吧 拍卖会马上要开始了 我们该干活了 干活又没有酬劳 血尊心里暗暗嘀咕 跟着人皇一起前往了九天先去 另一边 陆清晨三人 刚刚踏入九天先去 就被九天商会的工作人员 带到了一间豪华包厢 对方简单介绍了一下规则后 就离开了 以击破邪灵大陆 在洪荒关战场的防线 来逼迫修罗邪弟他们 进入混沌谷域吗 这可不太容易啊 天眼猴一屁股 坐在柔软的沙发上 对黄天愚 是否能击破邪灵族 在洪荒关战场的防线 持怀疑态度 击破洪荒关战场的防线 就意味着 可以直接威胁到邪灵大陆的避障 这对邪灵族来说 是无法容忍的 真要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对方必然会派出诸多巅峰圣主 携带极道武器 进入洪荒关战场参战 以邪灵大陆的底蕴 派出的圣主竟强者数量 绝对是远超原始大陆的 击道武器同样如此 黄天愚凭借一只 只有五千人的天策战旗 就想击破邪灵族 在洪荒关部下的防线 希望十分渺茫 邪灵大陆高层 不会坐视不管 他应该有自己的打算吧 有叶蓉的帮助 再加上原始雄关的 击道武器震鞋顶 希望还是有的 只是时间可能会拖很久 天兵猴道 没事 天愚大哥若是在一个月内 无法击破邪灵族 在洪荒关布置的防线 还有我 陆清晨检查了一下 包间内部的环境 笑着说道 无论是天地关 还是洪荒关 我们其实都掌握着主动权 天愚大哥那边 若是真的久攻不下 我会再前往天地关一趟 荡平邪灵族所有大军 黄天愚想要逼迫 谢宇邪黄 混天元皇 和修罗邪帝 前往混沌古域 就必须展现自己 拥有击破邪灵大陆 避障的能力 动摇邪灵大陆的根基 从而占据主动权 令三尊递进邪灵 不得不妥协 以陆清晨对黄天愚的了解 早就猜到了 对方可能会这么做 再者 黄天愚心思缜密 为了不出任何纰漏 哪怕真的被邪灵大陆阻挡 无法击破洪荒关的防线 也有与之对应的解决办法 天地关战场 就是黄天愚的后手 对黄天愚而言 击破邪灵大陆 在洪荒关战场布置的防线 只是为了引出血雨邪黄 混天元皇和修罗邪帝 逼迫这三尊递进邪灵 前往混沌古域 只要能成功 让这三尊递进邪灵 前往混沌古域 无论是击破邪灵族 在洪荒关布置的防线 或者是天地关防线 意义都完全一样 没什么区别 而陆卿尘这个 踏入极尽领域的武者 正好能完美弥补 黄天愚这一计划 可能出现的意外 若是五千天策战旗 在一个月内 无法横扫洪荒关 那陆卿尘 就会亲自前往天地关战场 以他如今的战礼 任由邪灵大陆 派出多少大军 都只是砧板上的鱼肉 击破防线 是迟早的事情 双重保险吗 文廷此言的天炎猴 与天兵猴 不由地相互对视一眼 彼此都能看到 对方眼中的惊讶 他们没想到 陆卿尘与黄天愚的关系 竟然如此之后 为了帮助对方复仇 会愿意亲自前往天地关战场 扫荡邪灵族大军 若是殿下出手 确实没问题 只要能威胁到邪灵大陆避障 那必然会惊动 主宰殿的高层 派出混天园黄三人 前往混沌谷域 天兵猴点了点头 他转头 看向身边面带微笑的陆卿尘 好奇问道 只是我有个疑问 假设黄天愚 真的成功将血雨邪黄三人 引到了混沌谷域 他有把握战胜 这三尊递进邪灵吗 要知道任何一尊大帝 都是经历了无数战斗 一路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 纵然邪灵大陆的生灵 与原始大陆不同 拥有几乎无限的寿命 但终究也是能被杀死的 在邪灵大陆正道的大帝 实力不会弱于原始大陆的大帝 邪帝级强者 更是地境层次中的佼佼者 每一尊都强大的可怕 有资格与十大上古神器交手 甚至是压制 而修罗邪帝 乃是阿修罗帝族中的 致强者之一 拥有天赋神通三头六臂 近身搏杀 堪称无敌 嗜血狂暴 一旦进入战斗状态 能屏蔽痛绝 是天生的战者 所以 黄天愚要想在混沌古域 击杀修罗邪帝 在天兵侯看来 几乎是不可能的 更别说 还有血雨邪黄 和混天元皇两尊 地境邪灵 虽说有混沌古域的 天地规则压制 但古往近来无数豪杰 又有多少生灵 能在同境界下 战胜一尊大帝 即便是黄天时代的天庭 在同境界下 能与地境生灵交手的人 也不超过十个 要说稳胜的话 这个数字还要进一步缩减 最多不超过三个 除非黄天愚这一方 有同等数量的 寂静生灵参战 以及至少双倍于 血雨邪黄 混天元皇 和修罗邪地的 圣王鸭阵 才有那么一丝 获胜的希望 他既然说有把握 那就必然有把握 面对天兵侯的好奇询问 陆卿尘回答得十分肯定 他看了一眼 这位天庭的风侯级强者 呼地开口问道 要不等到了那时候 你也一起去看看 天兵侯愣了一下 我也可以去吗 会不会打乱黄天愚的计划 说实话 他还真想去看看 黄天愚到时候 会怎么对付三尊 递进邪灵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也许去了混沌古域之后 还能帮上一些忙 那倒不会 无论是什么计划 归根结底 还是要借助数量上的优势 压制对方 围杀三尊递进邪灵 陆卿尘摇了摇头 黄天愚确实制定了 针对血雨邪黄三人的计划 但这并妨碍天兵侯和天延侯 到时候前往混沌古域观战 或者参战 按照黄法 他们这边参战的人越多越好 人少也无所谓 主要是为了给血雨邪黄 混天元黄和修罗邪地 制造错觉 真正能影响战局的 只有几位核心参战成员 与帝境邪灵交手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我也要去 一旁的天延侯听到这话 眼神顿时就是一亮 当即就嚷嚷着要参战 让陆卿尘算他一个 这个没问题 所谓见者有份 这次计划要是真成功了 每个参战的人都有好处 陆卿尘一口答应下来 没有任何犹豫 十分爽快 咚咚 这时 包厢的大门被人敲响了 三人相互对视一眼后 天延侯从沙发上起身前去开门 门被推开 三名年轻的貌美女子走了进来 腰间皆是挂着一枚令牌 陆卿尘只是看了一眼 就知道对方是九天商会的工作人员 按照这次拍卖会的盲拍方式 每一间包厢 都会配备至少一名九天商会的工作人员 方便出价进拍 而他们所在的这间包厢 是最顶级的 所以 九天商会 才会派出三名工作人员前来 其中两名女子的职责 主要是服侍陆卿尘等人 另一名级别较高的女子 则是负责介绍拍卖规则 以及报价 宣布结果等一系列事情 腰间挂着金色令牌 级别较高的 那名女子微笑道 三位贵宾 由于这次 拍卖会比较特殊 接下来进拍的全部宝物 都将会采用盲拍的方式 若是几位贵宾有看中的宝物 直接写在纸条上交给我就可以了 到时候 我会替几位贵宾报价 等到九天商会高层商议之后 就能得知结果了 所谓盲拍方式 就是等拍卖师介绍完宝物之后 进拍者将报价写在纸条上 由工作人员统一上交 经过九天商会的高层商议之后 最终选出在场所有报价者中的最高者 然后双方 私底下交易拍卖的宝物 而每一位进拍者都只有一次报价的机会 报出的价格高低 取决于九天商会高层的判定 进拍宝物则是属于报价最高者 报价的机会只有一次 这对进拍者来说 无疑是一个难题 要知道 九天商会这次要拍卖的宝物 无疑不是稀释之宝 罕见之物 就连最常见的圣主兵 都是整整5000套起拍 对任何一座霸主及势力来说 都是极为重要的战争资源 必须要拿下 如此一来 最终的成交价格 必然会超出宝物本身的价值 会出现很多进拍者 报出天价的情况 所以要想在这次的拍卖会上 成功进拍到自己心仪的宝物 几乎只能靠运气 眼界阅历和博学 根本派不上用场 这枚浴筒中 记录了本次拍卖会上 会出现的九件宝物 三位贵宾 要是感兴趣的话 可以提前阅览一下 腰间挂着金色令牌的那名女子 笑着说道 主动递给了陆清晨一枚浴筒 看就不用看了 麻烦你去喊谈谈生会长过来一趟 就说帝尊传人 找他有钥匙相伤 陆清晨顺手接过御筒 看都没看一眼 就直接丢给了天兵侯和天岩侯 同时对着九天商会那名工作人员吩咐道 帝尊传人 闻听此言 九天商会的三名工作人员 皆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 看向陆清晨的眼神 瞬间就变了 目光中带着几分敬畏和炽热 虽说这一次的拍卖会 几乎汇聚了原始大陆所有霸主及势力 参与近拍者的身份地位 皆是无比尊贵 但与传说中的那位帝尊传人比起来 可就差太多了 而他们身为九天商会的工作人员 为这间包厢的贵宾服务 那可都是有提成的 只要这间包厢的贵宾 成功交易一件宝物 他们就能得到一笔不菲的资源 对于绝大多数九天商会的工作人员来说 拿到提成的希望都很渺茫 毕竟这次的拍卖会 吸引了原始大陆太多的霸主及势力参加 仅仅是包厢就开了很多间 参与近拍的不朽竞强者 多达数十位 陆卿尘进入九天商会的时候 没有选择亮明身份 只是让天兵侯稍微展露了一下 属于至尊的气息 所以安排的包厢并不是最顶级的 工作人员的级别自然也不是很高 按照九天商会的对内部工作人员的级别划分 所佩戴名牌的颜色 依次是青铜、白银、黄金、紫金和韭彩 像混沌天宫、太玄剑宗和天魔宗 这样的顶尖霸主及势力 所在包厢的工作人员 都是佩戴最高级别的紫金名牌 与之相比较起来 陆卿尘所在这间包厢的工作人员级别 就要低很多 除了那名腰间挂着金色名牌的貌美女子 另外两名侍女腰间名牌的颜色 还都只是银色 正因如此 当陆卿尘自爆身份 说出自己是帝尊传人的时候 这三名工作人员的反应 才会如此巨大 既然对方是帝尊传人 并且参加了这次拍卖会 那就意味着 肯定看上了这次拍卖会上的某件宝物 到时候 只要成功交易 他们就有对应的提成 那可是 一笔堪称巨额的修炼资源 想到自己即将能得到一笔海量的修炼资源 甚至有可能因此 直接晋升为紫金成员 那名美貌女子 就忍不住激动起来 贵宾稍等 我现在就去将这件事情 告诉会长大人 他牵起裙脚 屈膝对着陆清晨行了一礼 旋即推开包厢大门 一路小跑着 去找高层汇报情况了 包厢内 天兵猴和天眼猴 仔细阅览完玉桶中记录的宝物 忍不住暗自扎舌 无论是那三块地品仙金 还是五千套圣主品街的灵器和防具 亦或是那枚五行属性的不朽神胎 都是极其珍贵的宝物 哪怕是对他们这一层次的强者来说 都能带来极大的帮助 这一次拍卖会的竞争 有多激烈 天兵猴转头看向陆清晨 有些好奇地问道 陆清晨微微汗手 不朽神胎珍惜罕见 肯定是要拿下的 但另外几件宝物也都有大用处 不能放过 四 一旁的两名女侍者听到这话 顿时就是倒吸一口冷气 难怪对方会直接让弹台胜过来 原来是因为想要竞拍的宝物不止一个 想到这里 两名女侍者的心情更加激动了 只要眼前的这位帝尊传人 成功竞拍下多件宝物 就意味着 他们将得到一笔不可想象的修炼资源 这简直是天上掉线饼的好事 殿下是打算全部拿下吗 天兵猴和天岩猴相互对视一眼 彼此都能看到 对方眼中的震惊之色 要知道 九天商会这次拍卖的宝物 价值那可是相当惊人的 哪怕是明码标价 他们两个都买不起 更别说 外面还有那么多霸主及势力 相互竞争 真要竞拍起来 那枚五行属性的不朽神胎 和三块仙金 价格必然会炒到天价 陆卿尘想要拿下九天商会 这次拍卖的所有宝物 仅凭帝尊传人这个身份 肯定是没用的 只能拿出与之相对应的财富和资源 天岩猴和天兵猴没有在说话 只是安静坐在沙发上 等待着淡台盛道来 说实话 对于陆卿尘是否能拿下 这次拍卖会的所有宝物 他们还是很好奇和期待的 只是碍于身上资源不多 帮不上什么忙 所以只能默默在一旁看着 而身为当事人的陆卿尘 则是没有丝毫担忧 只是悠哉悠哉地坐在沙发上 享受着九天商会提供的免费灵果 等待着淡台盛道来 不得不说 九天商会的工作人员效率就是高 只是短短半分钟的时间 淡台盛就匆忙赶来了 与他一起进入包厢的 还有淡台盐运 陆卿尘看了一眼淡台盐运 发现对方的气息 比之前在天祖狱的时候 强大了许多 但境界依旧卡在尊武镜巅峰 敌运积攒得很深厚 在下淡台盛 身边这位是小女淡台盐运 平日里仰慕帝尊大人已久 特来拜见三位贵宾 淡台盛身穿紫色长袍 腰间悬挂着一个宝盆状的令牌 容貌俊秀 气度儒雅 他带着淡台盐运进入包厢后 当即就对着陆卿尘三人行了一礼 态度十分谦卑 并没有因为九天会长的身份而傲气 一旁的淡台盐运态度 同样也是十分恭敬 牵起裙脚 屈膝对着陆卿尘三人行了一礼 柔声说道 小女子淡台盐运 仰慕帝尊前辈已久 听闻帝尊前辈的传人在这里 特来拜访 若有打扰之处 还请这位公子见谅 不打扰不打扰 我这次找会长过来 是想与九天商会做一笔交易